今天是10月11号 现在早上9点50分 今天是一个两人的骑行活动 在这个星期我们读书会的一位书友 他有一个项目是做荒野火锅 所以今天我们的安排是会先去到江津的一个叫下坝的一个小镇 然后把汽车停在镇上 然后我们骑自行车去周边的三个工业园转一转 然后吃荒野火锅 我还没有这么去尝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对于今天的这个经验还是比较的充满了好奇感 早上11点40 然后到了这个叫下坝的小镇 然后可能先去吃个饭 在附近转一转 你这个是专门装火锅材料的包包吗 也可以那么说吧 给大家看 现在下午 我们大概骑了40分钟 到了一个叫7075代号的一个军工厂的校班学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选择了一个吃火锅的地方 看一看我们这次吃火锅的环境 这是在一个水库的瀑布旁边 会 会 会 等一等一等 Lun Sang 性格 这个重新应该都可以练佩都故事的 想开看到的 永干走 水倒在一坡 对 像他这个水性是极不稳定 对 太老了 老头儿都不得心啊 我还能看到 现在晚上9点钟 今天的荒野火锅结束了 我们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 因为我本来以为今天大概会半天的时间吃火锅 但是碰见了非常有趣的朋友 然后越聊越投机越开心 所以一直吃到了晚上接近9点刚刚才结束 那刚刚这个我们在河边自己做了一顿荒野的火锅 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在聊 关于大家对于各自喜欢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和分享 包括我们大家喜欢的电影 怪客也给我分享了他喜欢的一些战争片 我也跟他分享了一些很好的自行车题材的一些电影 我觉得这种方式它很私密 而且非常的小众 然后感觉也很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吃火锅 然后用完全 这个原始的方法自己砍披柴 生活 然后来煮食 今天的底料也很不错 有真正的牛油的味道 那现在呢我就准备回家 现在回家大概还需要一个小一个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估计要到10点半才能到家 好 结束了今天愉快的旅程 明天又开始新型的工作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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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